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的树叶生活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Gyre Shopping Center 是来找一间就是说树食 但是它是以那个Buffet Style的自助式的那个树食餐厅 Gyre Shopping Center它的前身的为Gyre Supermarket 是蛮有历史的一个购物中心 它也是这个PJ呢,巴达林加亚呢 这个的第一间的一个购物中心 建于那个1974年 也是一个PJ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物 好,让我们过去对面进去这一个 巴达林加亚的第一间购物中心 来,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Gyre Shopping Center呢,是曾经在重新翻新过的 所以整个那个环境呢,是属于比较现代化的 然后让我们现在上楼 我们要去到Level 4 因为这一间呢,大树呢 它是在这个Shopping Center的4楼 正确的Lot Number呢,是L4 52及53号 让我们上去看一看 现在我们已经处于第4楼了 应该是往进去再看一看呢 就是在这里边呢 就是这一间的那个自助餐的一个Restaurant So,这一个Shopping Center呢 看起来人潮也不是十分的多 让我们再进去再找一找 自助餐的要觉呢 就是一定要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而且食物的种类要多 然后最好呢,还是有一些很美丽的一些风景啊 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潮 看到了 大树大院素食植株餐厅就在这里了 它的晚餐时间呢是5点半开始 但现在我们到的时间是5点15分,有点早 大树Vegetarian Cruisin 大树无芳素食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Lot Number了 L4 52及53号 第4楼 缘起是愿那个素食能带给所有人们 带来身心健康,然后有幸福美满人生 愿世界能够和平,人人和睦相处 留下一个健康友善充满爱的一个世界 这个是他们的那个营业的一个时间 而且是没有休息的 整个环境呢是非常明亮整洁的 而且是有一个开放厨房的concept 在这里,然后现在他们才陆陆续续的把食物端上来 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到了5点半的时间 一进来迎接我们的像是一个welcome drink 有个lemon juice跟一个橙汁 这种植物端上来看 其实还属于蛮多的 你看,根本不一样不一样的 每样吃一点都是很考验我们的肚子哦 然后这里呢是现场的open kitchen 他们现在在做着的那些糕点,现场做 很多的颜色跟种类的糕点 哇,如果是看起来真的是每样都吃一点呢 都应该会饱了 有含蛋,有含奶的他们也有特别的一个配注的在这里 有如刚才所说的呢 他们在于那个4楼呢是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你看,在那个落地窗外呢 就可以看到整个那个Badalindjaya的那一个风景 相信晚上霓虹灯的照耀下呢 那个景色会更美丽 所以环境属于蛮舒服的 周围这里呢,对着窗口边的位置呢 全部都是靠着这个整个的一个Badalindjaya的那个景色 经收眼底呢,就是这个PGA section 14的那个景色 座椅呢,都是以那个中国风的那个风格 左边是食物区 右手边的很大的那个位置就是左椅 宽敞的 这里的食物呢,就应有尽有 由这里的热食 到这里呢,像咸菜啊 这些都是一个配粥的那个食物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丝瓜 木耳等 刚才听他们的服务人员有说呢 这里有所谓的那个中国的厨师 所以镜头这些呢,都是一些中国式的 那种烹饪的方式的一些佳肴 在这菜肴区呢 不只卖相好看 其实每一道呢,味道都不差 这里还有一些汤类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丹花汤 丹花茄子汤 在接下来的第二道汤呢 这个是一个木瓜雪耳汤 材料分量其实是蛮足的 呀,这个就是那个豆腐羹 少不了的是这里的那个百舟 说这里有一个百舟区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那个 南瓜汤 蛮浓稠的 这里全部都是那个配粥的那种小吃 有一些腌制豆腐啊 花生啊,腌制花生那么大颗粒的 还有一些凉拌菜等 还有一些腌制菜等 其实它连配菜的那个都很多 这个很特别 这个就是那的他们的那种蛋 鸡蛋,咸蛋跟皮蛋 然后这也是他们的凉拌菜 都是配粥而吃的 还有一些凉拌豆腐等非常的多 这里有很多那些自选的那个配料 还有很多不同的那种食材的选择 因为这里呢,因为这里呢,是一个面区 还在现场包裹着那个饺子 除了汤面的料可以自己选择 比如说一些菇类菜类呢 就粘同这里呢,还有一些他们的那个 让料可以来配搭这里的一个面食 这里就是那种先煎的那个豆腐 这里就是先煎的那种菜饼 然后还有那个黄瓜蔬菜串 也是拿来烤 还有一些菇类,烤菇类 这个呢,就是先煎区 炸着的是那个矮瓜 这里的就是炸煎堆 然后还有一些炸馒头 都是一个现场炸煎炸的一个地方 这个汤面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人了 你看每个人都在选自己的要的配菜 然后这里呢,有着的是青汤面 有着麻辣面也有 也是一个先煮的一个汤面 食物材料有很多的一个选择 他们还在现场裹着那个饺子 这个饺子呢,也是有这个中国口味 中国风味的一个饺子 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 大致上这样有算一算呢 这里的那个食物的选项 有超过100种的一个选择 而属于是一个无限任吃任何的一个自助餐 它有一个特色呢 就是当我们付款过后呢 每个人他会给一套的那个餐具 所以是属于那个在于卫生的那个考量 而且也很环保 这边就是有些一些扎菇啊 加肴呢,而且呢,它随时都会补上 然后在下边这些呢,都是一些属于中国式口味的一些食物 这应该是那个酸辣菜的 这应该是那个酸辣菜的 你看那辣椒油 蛮香的一个辣椒油味 这边是它的芋头 麻辣豆腐 麻辣豆腐 吃的一个佳肴 这里是有煎的 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有炸的 炸的食物 然后这个就特别了 这里是先烤的一个金针菇 而且是属于那种铁板慢煎的那一种 加上它们特制的那种姜汁呢 加上它们特制的那种姜汁呢 还有橘子 西瓜 还有橙 意大利面 非常浓郁的那一个 Domato sauce 马铃薯 配上了非常大量的那种 盐子的那种煮法 有先蒸的加工 还有番薯 健康的那种蒸煮的那个食材 也就是马来西亚式的一些菜肴了 不同味道的辣 清淡的 咸香的 酱油香的 淡香的 菜香的 还有一些不同种类的那种蔬菜 就连米饭的都成益满满的 所以有着一个糟米饭 还有这里是一个白米饭 这里是糖水区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叫做 叫做Momo Cha Cha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我们是来着那个西式的那个饼干区了 不同种类的那种饼干 不同种类的一个甜点 而且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这也是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有推荐的那个树火腿三文治 所以他每一区的那种选项呢 他都是花了很多的那种心思的 这里就是饮料区 这里就是饮料区 有着各式的花茶 菊花 还有这里的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这里的一个销树 这个呢就是菊花 还有就是茶 好了这个就是一个姜油区 有不同的一些辣椒姜油等 蛮多种类的也包括这个应该是呢 豆骨酱 还有不同的玉米等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咖啡区 我们就叫一个Long Black 哇咖啡蛮香的 是那种鲜膜的咖啡豆 哇 试吃时间了 看到他一串一串的一大串的那个金针菇 真的是很像那种中国式的那种烧烤了 一串一串的串成一起的那种蔬菜串 甜甜辣辣的特别 黄瓜又用来烤加上它这种酱汁呢 其实甜中呢有带一点甜辣甜辣感 这个就是他们介绍一定要吃的那个他们的咖喱 有别于我们所吃过的那种咖喱哦 主要的是他少了比较少的那种辣椒粉的味道 但又多了一些不同层次的那种creamy感 应该是辣椒油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清甜清甜的像这个两拌菜 这个就甜中带辣也有很清爽的那种感觉的 萝卜丝呢带了更多的那种甜味 这就像我们的那种蒸蛋 口感是比较硬的那一种 但是里面有皮蛋有那个咸蛋还有鸡蛋 这边呢就像那种炒粥粥的那一种 但是它的那个配菜呢非常多 眼睛所看到这里呢应该是有十多道以上 有点像那种开胃菜 有着那个卤豆腐 也有一些腌制菜 凉拌菜等 味道是咸咸甜甜的 都是一种配粥好吃的一些菜 然后这个我也不懂是什么 有点像是个豆腐这样的 又是一道咸香咸香感觉的那一道菜 然后这里有些一些白莲籽 脆脆的有莲籽味 带上一些小小的辣味 然后还有这个是它的那个卤冬菇 稍微算是比较重口味的一些菜了 这卤冬菇偏甜也带一点少许的辣 那么多样式的那种甜点 也是非常好看的 很精致的那一种 甜度刚好 这种吃多了也不会很腻的那一种 夹成中有cream 还有grips 葡萄好吃 这个看着它先做 所以就拿了一块 然后它里面呢是很饱满饱满的那种 满满的那种蔬菜 甜中的有些咸香 然后再配上它的那配料呢 是很好吃的 这个也是他们一直推荐 一定要吃的那个梅菜包 看到它那个包皮做得非常的美 这样小小颗粒呢 都已经非常足够了 皮是稍微比较厚实的那种 然后呢 看到它的梅菜 特别呢 是它的梅菜呢 是中国里面他们特选过来的 在于吉伦波呢 又开了一间那么一个 属于特别而那么多样化的 超过一百样 那个菜肴的一个自助式的一个素食餐馆 他们的收费呢 是38块一个人 无限人吃喝 然后如果是小孩跟乐龄人士呢 是半价 价钱也算是非常的公道的一个 然后它坐落在 PJ的Section 14 就在这个四楼里面 环境也不错 单单在这里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实素食呢 可以做得非常的 不一样的一个佳肴出来 所以就分享到此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跟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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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